大家好,我是依鳳 我是依鳳老師 歡迎你們好 謝謝 我今天想要給大家一點建議是 關於我看今天的整個過程下來 就是我覺得很厲害的人好多喔 就是很多身體很棒的 然後創意很棒的人 但是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架構的部分 對於我來說 音樂性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接下來會有整體性 那整體性包括感染力的部分 然後還有整齊度 其實對我來說 整齊度就是一個基本的分數 然後呢,會再考慮你的 舞蹈編排的難易度再往上加分 然後至於整體性跟感染力 是一個大幅加分 就是大幅提升的一個地方 所以就是有一些東西 它整個舞蹈下來的那個騎乘傳合 要稍微就是有銜接一點 那因為今天是兩分鐘的舞嘛 所以會有一些團體的舞蹈 看起來會比較好像 眉頭眉尾 就是可能突然就開始 或是突然就結束這樣 那即便是兩分鐘的舞 我們還是要把整個架構的那個 力道跟醞釀的感覺做好這樣子 然後今天天氣那麼熱 要給自己一個掌聲嗎 因為真的太累了 辛苦大家 謝謝主辦單位跟工作人員 還有辛苦的主持人 謝謝謝謝 以上是我建議 謝謝 謝謝伊芳老師 我們又請比利老師 我們講評 大家好我是比利 對 然後 我覺得今天 我想要先給菲律賓來參加比賽的朋友 大家 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掌聲 對 我要先給菲律賓來參加比賽的朋友 然後 非常的敬佩他們 就是在工作之餘 然後 是不是他們那邊的舞蹈風氣非常的普及 感覺已經 三、四十歲的到二十歲的都沒有代勾這樣 都一直在跳舞 然後非常敬佩他們 然後 呃 今天 呃 讓我看到很多組是 沒有很多組 三、四組是讓我 可以在短時間內再重複看一遍 因為 我不會 覺得無聊的 對 那 我覺得 呃 想要給這幾組特別的鼓勵 第一組是 泰式料理 對 所以這是 這是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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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名次沒有關 講到名次我順帶一提 就是 評審 呃 名次這件事情啊 其實 吃的是評審的結構 就是 所以 舞蹈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主觀意見 然後 所以大家不要看得太重 因為是 決定這個名次是評審結構 而不是說這個東西要好壞 對 第一組是泰式料理 然後第二組是 Soul Power 對 Soul Power 讓我看到 我忘記我要打分數了 我不知道這個分數 就是 我覺得這個分數 打下去都是多打 就是他們感染力太強 然後技巧又好 對於音樂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做到完全很match 然後 讓大家看到音樂的感覺 然後第三組是 赫拉 就是 呃 他們除了跳得好以外 我覺得他們是 呃 整個 整個舞台使用 還有颱風都非常的 色香味俱全 這樣子 對 那 其他組 也都非常好 對 哈哈哈哈 然後 非常謝謝捷運杯 然後非常謝謝 新世紀整盒行銷公司 然後辦這麼好的活動 已經第十二年了 那希望以後 大家都一直來參加 台灣會越來越厲害 謝謝 謝謝比利老師 還有對各組的鼓勵 接下來你們要請 林董老師來握我們講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董 呃 我只提供幾個點 讓大家去思考就好 第一個就是 呃 在你覺得 對型畫面很重要之餘 你覺得基礎重不重要 我在看表演的時候 我發現有很多隊 他們的人 可能用很豐富的畫面 跟走位 去安排整個舞蹈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拆掉 其實每個人的基礎 都還是有待加強 所以我想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當你在玩這些東西之餘 你千萬不要忘記 你自己身體每天都要練習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現在的 呃 流行風格 會影響 像今年比賽大家走的那個Style 所以我發現今年其實呃 旅團的部分 其實相似度非常的高 那相似度很高之餘 你要去想想看 人家跳的不見得比你差 那你要在哪一些點方面 再去下功夫 這個地方很重要 再來就是舞台的運用 因為有可能 有些團都是只集中在中間 其實還有一些角落的東西 還有一些空間你們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表情 呃 因為我們的年紀稍微比較成熟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表情 情緒方面都掌控的比青少年很好 呃 請繼續保持 然後再來就是體力的分配 你要跳很power的舞 可是你又從頭到尾都要這麼重的話 那你的體力上面要怎麼樣去安排 或者是說你在節奏上的安排 不是全部都是下縱口味 其實看久眼睛也會疲乏 你要怎麼樣在兩分鐘舞裡面 讓整個層次整個可以快速的拉出來 然後又不見得 讓評審看了以後會覺得很無聊 這樣子 謝謝 謝謝Lingo老師 接下來有請鋼一老師的講評 哈囉大家好 我是鋼一 耶 好 一樣 我先不免除 我先講一個 一個活動 可以辦一次 很酷 可以跳舞的人跳 很酷 一個活動能辦到12年 都繼續給跳舞的人跳 那真的超酷 好不好 我們先給那個捷運杯 所有的工作人員這些 謝謝 很辛苦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評審都在講說話 每次來這裡當評審 然後都曬很累這樣 就是曬太陽 可是這些工作人員相對都很辛苦 主持人也很辛苦 謝謝 好不好 我們再一次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剛剛有超貼心 好 那我昨天 昨天是青少年組 我講的都比較客氣 好不好 因為大家都年紀小 我們還是要鼓勵他們 今天是比較成年組的 首先有幾點 我應該都會比較講 因為我覺得 本身舞技這種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跳得好不好 要見人見智 因為藝術表演 他是主觀的 我覺得好 不一定艾亞老師覺得好 艾亞老師覺得好 不一定林哥老師覺得好 所以做好你自己比較重要 你要找到你這個團隊的特點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剛剛老師有講一個很重要 我覺得呢 名次真的不是很重要 但是比賽我會全力以赴 我相信在場沒有人會記得 捷運盃的第一屆冠軍是誰 一定沒有人知道 對吧 所以 你今天拿的冠軍 十年後 還是沒有人知道 所以 你們要享受當下 跳舞跳那麼久 我覺得 你就享受當下 跟夥伴一起努力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 一起來參與 你可以以後 可能你年紀大了 可以跟你說 欸小時候 我有去比過絕緣飛 如果絕緣飛 有辦到四十五屆 七十幾屆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酷 我可以告訴我小孩說 欸你老爸當年 是絕緣飛第一屆冠軍 你怎麼回事嗎 了解 老爸當年我也比過這個 很酷 這個比賽很酷 所以我覺得 這個很相對的就是 希望大家多多來參與這個活動 好 這是我覺得對於活動的忠實 再來就是有關跳舞這件事 我講過 今天我講的會比較不客氣一點 就是因為今天大家 我相信 昨天我昨天有講一句話 昨天的大部分編舞 多半都是老師 今天來比賽的 多半我相信都是自己編的 你要記得一件事 你要在這麼多團隊 裡面去比賽 讓我們看到你 第一個 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我要看到你 你做了什麼 讓我覺得我會去注意你 我會給你高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剛剛Lingo老師 講一個很重要 流行這件事情就是 當大家都在玩什麼的時候 你還玩 很容易就拜拜 因為大家都一樣 反而我會習慣去看到一些 很獨特的表演 因為有些表演 我就會覺得 這跟去年沒什麼差別 這好像是某某團體的 附屬團體的 贏品 好 講贏品好像不太好 對 就是感覺起來 可是 相對我今天還是有看到一些團隊 有一些團隊 有做出別於他老師的跳舞方式 那我就會覺得很棒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不是只是把你老師教的動作 再把它編一次 但是如果你有加入其他 你可以加入的東西 那才是你 所以有時候我會跟學生講說 如果你跳舞像我 表示我教育失敗 如果你跳舞像我 你有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我教育就成功 因為藝術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獨特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第二個是 我覺得最後一點就好 大家在編曲的時候 要記得 你要讓我看到你在表演 而不是你一直在跳 有時候很多團體我相信 不對不痛快 對了就失敗 一些拍子你會覺得 哇我一定要把他對到滿 可是相對於在對到滿 那個表情就是 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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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我會覺得好痛苦 看你跳我會覺得很痛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你要去找到你這個 舒服的跳舞表演給別人看 這很重要 有些團體很棒 我覺得很棒 對泰式料理我一直都會喜歡 謝謝大家 謝謝剛剛老師 有請阿雅老師我們講評 謝謝 大家好我是阿雅 一樣就是 請大家給自己 跟所有工作人員一個掌聲 謝謝 因為大家都很幸福 大家都一早就來了 然後來這邊 也累了很久 好 那我想要講的是 這是一個比賽 那你們在排練這些比賽的時候 除了雕動作 雕你的動作的形狀 角度之外 不要忘記把細節跟舞感也丟進去 對 因為我看到大家都擺到一樣的時候 有人上面的運動 有人下面的運動 有人這樣子 另外一邊在那邊走 那個看起來有點不痛快 對 所以麻煩你們如果要 然後雕排舞的時候 連技巧一起雕進去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喜歡跳舞的心 沒有錯他是競技比賽 但是你要喜歡你排練的東西 你要相信你做的動作 對 他才會有能量 對 然後再來是 輸贏或許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你看他們 輸贏沒有那麼重要 然後他們 那個菲律賓的團隊 不管 還是在旁邊練習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比什麼都還要重要的 回去 那個愛跳舞的心 要持續保持 謝謝 謝謝阿楊老師 希望大家快樂跳舞 健康生活 這是我們捷運杯的宗旨